这一个星期开始 我要跟你分享一系列的讲道的主谜是祷告 我发现到祷告是一个我们必须做的每个基督徒 而且基督徒最难做的事情 而最难坚持的事情就是祷告 然后我会用 如果上帝允许的话 我希望能够在七个星期里面完成这个系列 当你听了这个七个系列的讲道 这个祷告的系列之后 我担保你如果你跟着去做 我把所有的原则 把所有的秘诀都告诉你如何做一个祷告蒙听的一个基督徒 在我信耶稣的这个二十多年来 没有一次上帝不听我祷告 没有一次我很负责的跟你讲 没有一次不听我祷告 有些时候上帝说on 我马上就看到了 有些时候上帝说等一下时间太久到我就等 有些时候上帝说no 你再祷告第二次no 第三次no 那算了 因为祂知道祂的旨意成全 所以每一次你祷告 上帝会听你的祷告 阿们 OK 在没有分享之前我跟你讲个下话 有一个人很神奇的跟他的朋友说 我的狗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狗 有吗 你们有养狗的吗 然后他就跟他分享说 我养了一只狗是最了不起的狗 朋友就问他说 你的狗有什么了不起 它有什么长处 然后那个人就说 看我的狗每一天早上都会咬着报纸给我 朋友就说 这有什么了不起 普通的狗也会做得到 是吗 普通的狗也会把那个包子钓给他的主人嘛 然后那个人就说 重点是 我根本从来都没有订包子 所以这个狗很了不起 他没有订包子 他竟然每天钓的包子给他 这重点要讲什么呢 重点要讲的是 我们在生活每一天的生活当中 你一定要让你为没有想象得到的东西会发生 那个不是你意料之外的 包子如果你钓的是意料之外 没有钓的是意料之外 那没有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 你要懂得看上帝的作用 阿们 OK 回来 我们能不能大家都一起念 一起讲这句 我有能力祷告 sorry 大家 我有能力祷告 我有能力祷告 再一次 我有能力祷告 再一次 我有能力祷告 这个才是对的 要不然第一次说你还不是很确定 你有能力祷告吗 你有能力祷告 阿们 今天的主题是 祷告真的有用吗 那 稍微介绍一下 我很多系列 接下来的系列 都是以这本来做根据的 这个作者叫 Dr. Mouse Monroe 是一个黑人来的 这个是博士 他特别就是他在讲神的国度有特别的看法 然后他在讲祷告呢也帮助 这是我看的其中那么多书里面 这些关于祷告的书 这个书呢 能够你读完之后 如果你不祷告啊 这个读 这书可以丢掉 这个书能够帮助你 推动你 讲到最后 你能够位置来祷告 如果你要 你也各自上 你可以 我不相信版权的 我不相信版权的 我是会翻译 版权足有的 如果你要我复印给你 当然我复印的时候 也包括这个皮 也是一样他的书 一模一样的 像针一样的 给谁要的 你可以像我印购 你说我是大概用下多少钱 大概十多块的 十二块 十三块 十五块 越多本来越便宜就这样 你要你跟我讲 我就印给你 你不要你就听我讲到 一样啊 就这样 OK 为什么 人要祷告 全世界每一天 有上亿不同的语言 不同的种族 不同的文化人 的人在祷告 为什么各种不同的信仰的人 都在祷告呢 所有主要宗教都要求他的信徒 每天都祷告 为什么 我自己也曾经 对祷告很疑惑 有困惑过 很多有这种宗教行为的人 都不敢公开的发问 就发问了 有些人虽然祷告 却不相信祷告 你相信你祷告吗 对很多人来说 祷告只是一个宗教意思 并不实际的 有些人对祷告失望 他们觉得祷告 不过是没有用的宗教意思 看不到实质的成果 很多人干脆放弃祷告 有吗 我身边有很多看到 他说他的剧头 他从来没有祷告 甚至 避之为恐不及 每个人都在做这件事情 却很少人相信他真的有用 美国总统做这件事情 以色列总理做这件事情 巴勒斯坦人民主席也做这件事情 他们每天都在战争 每天都打发放掉 他们也是这样 是吗 英国女王也做这件事情 犹太人也做这件事情 回教徒一天五次也做这件事情 印度教徒也做这件事情 异教徒包括佛教啊 道教也做这件事情 不信教的人 也做这件事情 我在不久前还记得吗 他说那三个月的爱子 说有脑 脑有肿瘤的 他什么都不信的人 忽然间要妥要 穆斯坦人民会祷告 他也做这件事情 基督徒也做这件事情 每个人都在做这件事情 很少确信他有用 更少人相信 有必要做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是什么 道教 为什么祷告无效 想问 想回答这个问题啊 得首先了解 祷告的原则是什么 原则是什么 起言的目的是什么 什么是祷告 为什么必须祷告 该怎样的祷告 为什么要在耶稣的名里 向神祷告 为什么祷告 常常没有 照我们所期待的方式 得到答应 什么时候 该停止祷告 信心在祷告的过程中 扮演怎么样的角色 要有怎么样的资格 才可以能够祷告 如果神主宰一切 任何事情 他都能随心所欲的 那我们还祷告来做什么 祷告能影响或改变既定的命运吗 这些问题 我会在这系列 接下来的系列里面都一一的回答 我们现在来看 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老宝 《创世纪》第一章26节 当地说 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 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 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 空中的鸟 遗伤的身处和权力 并遗伤所谷的一些昆虫 我们来看上帝对祷告的情报 照顾主在这段的经文里面 很明明的宣告 告诉我们说 命令我们每一个人类 有掌管权力的权力 但是掌管的范围 必须以使他们 这几个字将以规范 照顾主用这几个字 界定了合法权力的范围 让自己在这个范围影响 并介入地上的事物 为什么这件事那么重要呢 因为它有几个原则 我们来看它的几个原则 第一 大家讲 神的目的比我们的计划重要 神的目的比我们的计划重要 为什么祷告无效 为什么祷告这么很刺利你的生命当中 因为你忘记了 你必须要明白 神的目的比你所要的计划还要重要 我们要 常常要我们的计划 主啊你祝福我的计划 祝你祝福我的计划 祝你祝福我的计划 但是我们没有问主啊你的目的而在 所以你的祷告就无效 神创造我们 人类有一个目的 这个目的是远远比我们的计划很重要 我知道有些人 还在祷告当中 为他的前途 为他的事业 也有人为他的学悦 种种 这十个是最适合的来看 好 接下来看 大家讲 神甚至把自己的话看得比他自己还高 一二三 神甚至把自己的话看得比他自己还高 这就是一个关键 上帝的 是一个神 他把他的话看为很重要 这个等一下我会更加入更深的深度的去看好 然后大家讲 神永远不会偏离或违反自己的话 阿们 上帝是一个说意就意的人 他也不会后悔的 哎呀 sorry啊 那一天跟你讲的不算数啊 跟你开玩笑罢了 你不要当真 上帝别人会不会这样 我们不要必须要了解这几个原则 我们就很放心去祷告 如果我们神好像我们人这样为啊 假的话 前两天跟你讲的都不起啦 我不是这个意思来的 我讲得太快了 sorry啊 那么我们就 所以我们求救人 有时候会受光这样 所以我这些年来 上帝帮助我 教导我 磨炼我 什么事情都在上帝 不要找人 就算那个人你觉得很可靠的人 也会让你死亡 这世界上没有什么可靠的 唯有可靠的上帝 阿们 然后今天看上去 最后一点 大家讲 神的一致性与信实 乃是基于他的圣洁 这个神是圣洁的 清洁的 没有乱来的 他这个神没有喝酒的 这个神也没有吸大麻的 吸鸦片的 好像 你要拜他 要拿鸦片给他 要拜 这神是圣洁的 所以他的一致性 和信实 他是信实 不会改变的 因为他是圣洁的 OK我们继续来看 有了这个目的 有了这个原则 你知道神是怎么样的神 每一次你来祷告的时候 你就 明白了解 很有信心 我再给你几个经文 来看这个神是怎么样的神 好不好 然后你帮祝福命好不好 好 真言十九章二十一节 一二三 你有很多的计谋 有很多的想法 你有很多的 plan 但是最后决定你的人生的 你的命运的 是业务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个经文 一二三 我从弃及自己 从弃及运的孙世 从福祉业 临未未遵征的事 从我的从事 而必毅于利 凡我所失业的我必成就 凡我所失业的我必成就 在以撒亚书46章第十节 这是上帝 所以你要知道上帝失业的是什么 OK接下来看另一个经文 来一二三 我都说出的话也亦如此 绝不突然返回 却要成就我所写的 在我所命定的世上必然很通 你要能通吗 你要你的道路你的生命很通吗 你必须要了解 找出上帝在你生命中所命定的 我们其实不相信命令 但是我们却会相信命定 什么是命定 什么是命运 命定是destiny 命运是fade 命定跟命运是不一样的 命运你不知道 命定你知道 他就会让你知道 你这一生该做的什么 我们每一个人在我的眼睛里面 在我的读圣经里面 你不管我牧师因为有上帝的呼召 上帝的呼召我成为一个牧师 那是上帝的呼召 call in 当然我的眼中在读圣经的时候 其实我在看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呼召 有些人被呼召成为一个律师 有些人被呼召成为老师 你就在那个感位里面 来服侍你周遭的人 带领你周遭的人来信 相信耶稣 有些人在工厂工作 有些人在做工厂工作 有些人在做学生 有些人在做家庭祝福 祝差也能祝祝 祝祝祝祝祝祝祝 祝太久就带另外的人来信耶稣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呼召 不要以为只是上帝的徒人 牧师才的呼召 我们每一个人有呼召 Amen 然后接下来 Next 1 2 3 上帝愿意为那承受益许的人 额外遣遣祂的旨意 是无论的旧习会证 我们有没有发现到啊 上帝有一个很喜欢做的事情 我以我的永生来发誓 上帝常在圣经里面说 我指着我的永生来发誓 何必那么辛苦啊 如果这上帝是永不更改 永远不 用左字近字指导 永远不变的神 他何必多持一局 来跟你讲 我发誓 上帝要发誓很可怜哦 因为人的不信 人的愚钝 人的愚昧 上帝必须指着他的永生来发誓 每次圣经说 我指着我的永生来发誓 象征你们说 他是讲什么 什么是永生 什么是永生 永生是没有开始 没有结束 是一个 像如果你读数学的话 叫做infinite 没有 是什么 unending numbers 没有 无穷无尽 对的话 用对的字眼 无穷无尽 上帝按着他的无穷无尽来请 意思是说 他要说服我们 要跟我们说 我是肯定的 OK 所以接下来看最后一个经文 他要讲 我实在的告诉你们 就是天地都飞去了 离法的一点 离法也不能飞弃 都要成全 同意没 我不知道今天来教会 有没有拿圣经啊 不然如果你没有拿的话 希望福利你拿圣经来 因为来上帝的家 来上帝的家 谁还没有圣经跟我讲 我送你圣经 不是送你 如果你没有圣经的话 有圣经的话 你拿圣经来 在圣经 以后要放入这个牌子 没有圣经不得内入 好像很哀惜这样 这是你的IC 来的 哈喽圣经姐妹 拿圣经来 OK 如果 所以没有圣经呢 如果你没有圣经 还没有圣经呢 你找书诊 书诊有吗 我们这里有圣经吗 送给他 有有几本 没有圣经 你拿圣经来 圣经讲 律法的一点一地 sorry就是一点地 一点一化 也不能飞去 乃要成全 我很可惜 很多记者不读圣经 为什么不读圣经 圣经讲啊 我里面的话 一点一化 连飘点符号 他都要成全 你要知道上帝 怎么样答 听你的祷告吗 读圣经 我发现到 有读圣经的人 比不读圣经的人的祷告 更有火消 因为他懂圣经 他懂神的心意 他祷告的时候 他不会乱祷告 主啊给我 mercades 因为他没有圣经 他没有读 他不知道怎样 祷告读 得到mercades 是没有错的 没有 不坏的 ok 不是因为很邪恶 你有mercades 但是你是用什么 来做依据呢 如果我祷告上帝啊 我要一辆mercades 因为我要载 有钱人来 来教会信别书 哦 那是不一样的 因为有钱的人 要做mercades 我不知道能不能拿 你试试看啊 ok 起码你读神的话语 你了解神的律法 Amen 去翻圣经 读圣经 你就明白神的心意如何 ok 接下来我们来看 大家讲 祷告原则的基础 就是神信守自己的话 一二三 祷告原则的基础 就是神信守自己的话 今天为什么你要祷告 我告诉姐妹 因为上帝 因为只有一个原因 没有其他原因 因为上帝 相信自己的话 并守着自己的话 答应祂所讲的话 很多不祷告 因为他不知道 上帝答应他 你为什么祷告的东西在哪里 祷告的基础在哪里 因为有一个信守承诺的上帝 有一个守住诺言的上帝 Amen 好 我们看这个经文 我们一起来读一二三 我要祷告祢的圣殿敬拜 为祢的慈爱和承词 称赞祢的名 因祢使祢的化鲜伟大 超乎祢的名称 如果你读你这些圣经里面呢 这边都写超乎祢的名称的 ok 这是我 这是 New Kindred Version来的 新顶本的圣经里面来讲的 就是说 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 上帝把他的话语 看他的话语 超过他的名字 你看 你看 上帝多么看重自己讲过的人 The Son 不是人 上帝是一个很看重自己讲 曾经讲过的 的话 然后就自行他的 所以今天为什么祷告呢 因为上帝必自行他的活 Amen 神把他话语的位置 至于万物之上 甚至还高过自己的名 事实上神说过时 就已经愿意负起责任 听从自己的活 事实上没有这个神 事实上没有神能够像上帝那样 造主在起初创建人类 创造了内就讲这句话 使他们管理权力 他并不是说使我们 而是说使他们 凭着这句话 神就创造了另外 对人的几个原则 刚刚讲到神的部分 是吗 现在我们看到人的部分 在庞世纪第一章 就是说 使他们管理的 西向的基本原则 第一 第一 他讲 管理权力的法定 权柄之 赐给人类 一二看 管理权力的法定 权柄之 赐给人类 所以上帝按照他的形象的阳尸 把我们造出来之后呢 他叫我们使我们 叫我们使这个万物 海空中的鸟 空中的鸟 海里的鱼 这些东西 万物 你来管理 所以上帝把权柄交给人类了 如果你不知道 今天为什么你可以祷告 你有看到帽来祷告吗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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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祷告 他们没有这个权柄來祷告的 刚刚也没有祷告 叽叽叽叽 不能的 上帝给人类 而且人是有个不管什么颜色 黑人白人 我们黄人黄种人 还是男爱是寂寞人 他们遇到有什么问题 他自己不能解决的问题的时候 他明明就会祷告 哪管他是祷告跟上帝还是其他人 人有这样的权力 人有这样的饥渴 祷告向他为之的世界 祈求帮助 因为这是神创造我们的 第二 大家一起讲 一二三 这是奇妙的 上帝给这个权力的夹过里面 上帝没有在里面 等一下我解释这个东西 这个很重要 神在里面 这个权力就没有什么特别 OK啊 等一下你请注意就这点 他会解释 第三 来 一二三 人人称为第三个法定管家 上帝给我们管理 今天我们越来越长大 越糟糕 如果你问小孩子 刚出生的孩子 三岁两岁孩子 以后长大要做什么 他会跟讲越大一好了 我要做泰工人 我要做律师 我要做doctor 我要做什么 你越大三十岁的时候 你问他你要做什么 哎呀 这一八 要是一个后的啦 还想做什么 这样的世代这么辛苦 还想能干什么 看到没有 那如果你去参加那些纪律课程 你参加那些emway 那些那些自销的公司 他会告诉你们都是冠军来的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你的爸爸和妈妈 两个人相待在一起 把你要把你伸出来的时候 他把金子和裸子放进去的时候 那个金子啊 是整一堆的金子啊 你是第一个跑第一的 才能够把你伸出来的 所以你有 你命定是冠军来的 为什么今天为什么这样 他们讲是没有错的 虽然认同他们讲错的 但是他们没有神的话语 你被造出来 因为今天看到你的脸 你看到我的脸 你都是被成为一个冠军来的 你在成千三万亿的那个金子里面 跑第一名 你参加出来 但是为什么我们今天不是做英雄 我们做狗雄呢 不久前我看到一个 Discovery的那个channel 有一只母老虎生了两只小老鼠 老鼠 老鼠傻傻傻的分不进去 生了两只小老鼠 生了之后 这个那个母老虎啊 就不养啊 不给它恨啊 就那小老鼠要跑去克乃 他就咬它 咬它 把它丢在旁边 就气痒 为什么我们老鼠就气痒 可能它是被人家被人家飞龙的 虽然被气痒 然后呢 结果呢 那个动物营的那个兽医人员 结果做了一个很rare 很wow 很疯狂的事情 他找一只母猪 也是刚刚哺乳的母猪 放在那边 然后跟着小猪一起 就把两只小老鼠放跟母猪和小猪一起吃奶 然后就慢慢的观察 然后那个小老鼠就一片天喝奶跟他们喝奶 然后母猪去那里 他一片天去那里 所以为了要喝奶 老鼠一天天长大 那些小猪也一天天长大 变成猪 老鼠也长大 可是 老鼠一点沙沙蜜的没有 不会说的 这个肥肉 真好 咬一口就真好 他没有 他跟小猪一模一样 跑到那个猪堆 那个猪的赤料里面吃 他吃了 imagine 这个老鼠是吃肉的 结果他吃猪吃的东西 他从来没有想到自己是老鼠 他知道他是老鼠 他是小猪 为什么这样 因为环境被说到 人可以被骗 这样的故事 有一只小象 从作为来的时候 他是要被训练成为 玛西团的一个小象 可是这个象很不听话 要挣扎 要逃跑 然后他就把那个 小象 把他全在那个 那个枝干里面 锁住了他 然后挣扎 挣扎 不能解脱 不能脱 就是还是在那个 范围里面 日子一九 每一天这样过去的 三个月 六个月 一年 那个 那个管理人员 那个 玛西团的管理人员 就没有锁住了 有一天 玛西团发生了大火灾 那小象不会跑 因为他的潜意识告诉他 我已经被锁住了 我干嘛跑 我都跑不过 我要讲这两个故事 要告诉我们说 我们人是怎么样 我们在人的 生活当中 遇到很多的挫败 遇到很多失败的例子 这失败的例子 这失败的例子 告诉我们 哎呀 别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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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口也没啦 坎口 那我们俄人很喜欢的 唱 别啦 衰啦 改啦 死啦 没了别用啦 坎口 哎呀 我们都是这样的 我们都是在 哎呀 衰啊 坎口啊 别 别啊 没以往 这样的声让声音 所以来到上帝的时候 我们也是抱着 背啦 拨啦 坎口啦 来 这样来祷告的 上帝说 你都不相信你的祷告 看到没有 兄弟妹 我要把你来到 回到 祷告的根源 为什么要把你来到 来到 窗世纪 因为 能够帮助你回来 对祷告的事情 上帝要我们祷告 上帝说 我们要常常祷告 不要灰心 就是这么原因 我们会遇到很多的问题 我们会遇到很多的错诫 但是 你要知道 上帝是一个听祷告的上帝 所以 回来这里 上帝把我们管理 管起来的 你是管起来的 接下来 一二三 人是血肉之躯的灵 因此在全体的定义中 只有身体的灵 能合法运作 所以 当你遇到任何问题的时候 不要用你眼睛看的来判断 不要用你耳朵听的来判断 不要用你口脑看所思想的来判断 因为真正在运作 在谁在祷告 不是你这个肉体 你的脑 你的心 不是你的嘴巴 眼睛所看出来祷告 而是你的灵人之道状况 我常常说 我们除了活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还有一个地方 一个领域 是比这个世界上更实在的 就是灵界 你没有看见 你是个灵 我回来圣经里面 上帝把我们创造 把阿当创造的时候 用土来创造的时候 他是死人的 上帝把他的气 吹进去的时候 他就成了有灵的火了 所以说 你妹妹不要只看肉体 人呢 常常跟人家吵架 跟人家意见不合而重度 因为只用在肉体里面 为什么 我很讨厌他 每次他都这样 在灵界里面有另外的层次 我为他祷告很久 他始终不要信耶稣 我想把他带来教会 他都不要来 我很生气 好像前天我去大山脚聚会的时候 有个姐妹说 他的女儿把他带他来教会 他的女儿就走了 然后放他来聚会 他女儿就不是不要进来聚会 他很生气 我说为什么不要进来聚会呢 我说姐妹 你看的是人 你要看灵界 灵界有一些在战争 有一些在冲突 有一些在战争 拉住你的女儿不来聚会 你要为他祷告 你要为他祷告 他不是不来 他有拦阻 不能踏进教会 今天你能走进教会的敬拜 不是因为你选择来 是因为你的灵被释放 你觉得来教会很自由 有些人不能来教会的 因为每次要来教会 就有拦阻了 我在counseling的那个晚签 上个礼拜有来 这个礼拜没有来 每次要来教会一定有拦阻 有问题啊 车坏啊 然后爸爸生病啊 什么不能来教会 你能到教会是你的夫妻来的 因为你没有被拦阻 因为你常常有人在为你祷告 牧师在为你们祷告 让你们死灵的释放 没有问题 能够释放了自己的来教会 灵界有很多拦阻啊 所以当你在祷告的时候 你不要看人的眼睛看的东西 阿们 然后借他去来看啊 OK 第一二堂 地上任何没有奇迹的灵 都是不合法的 OK 所以呢 你不会说 哎呀你在地上看到 哎呀 我看到我阿嬷的灵鬼魂出现了 哎呦恐怕 不可能的 人家说我昨天我梦见我阿嬷怎么讲话 啊 不的 我在七夜 不是七夜 在头七的时候 然后我阿嬷死掉 头七她回来过 有人听过这样的谈文这样的故事啊 在任何没有身体的灵 在这地上是不合法的 包括血灵 包括鬼 包括魔鬼 一切的活动 包括上帝 等一下我会讲 从 来一个看 从超自然领域 对权益进行的任何影响 干预 只有透过人类来自行 才算合法 这是上帝定下来的 包括上帝也不能干预 以上的事情 只有当人愿意跟上帝配合一起打破的时候 才能够自行 那为什么这么很多事情不能进行吗 因为 请问 人没有祷告 基督没有祷告 所以 上帝也不能为力 因为 上帝定的 命令来的 所有灵界 的灵 不能干预 地上的事情 除非有身体 难怪 上帝派耶稣 当成肉的来 到世界上 来拯救我们 他必须要有个身体 明白吗 上帝定的东西 他不能违背自己所定的东西 上帝有时候是真的不能 你说 上帝是全能的 是上帝是全能的 不要为上帝 从来是全能的 但是上帝很尊重自己讲话 他要我们去完毕全力 我们是每一个人 是配合跟上帝来祷告 祷告的时候就能够感到很像 OK 最后一个 一二三 神是自己是没有距离的人 祂自己也遵守这项法则 好玩 为什么我刚刚刚讲的 这个 完毕全力的法定 架构不包括神自己 因为神必须遵守这个法则 Amen 所以为什么我们从这里就看到 为什么我们需要祷告 而且祷告的重要 Amen OK 有了这个法则 七样法则之后 所带来的结果是什么 时间都也顾问了很快 所带来的 有了这七样的法则 给人类的后果是什么呢 第一 一二三 全一二法定全禀在人的手中 第二 一二三 造主既以自己的地质性 不会违背自己所说的祸 Amen 来第三 人或有权地法定权定 地上发生的任何事 都是人类主动或被动认可的结果 所以为什么要祷告 因为这些事情 最后一点来 一二三 如果经过人的恶作 过人可造主在和天上的活物 便无法干预地上领域中的任何事情 没有吗 还有一个 一二三 不管神想在地上做什么 都得先取人的同意和合作 这上帝奇妙的地方 上帝给我们人类有个自由一致 有个决定 有个权柄 让我们完美 为什么 为什么魔鬼很喜欢我们去拜祂的圣灵 因为我们有权柄 我问 你知道吗 哇 定你几条了 就百公斤的圣灵 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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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这样 因为 这些圣灵的神啊 是因为人去拜祂 一个人拜不够 两个人拜 一百个人够 一百个人去拜 两个人去拜 两百人去拜 这个本来神明啊 这个木头啊 是没有事情的 没有能力的 但是我们把人 我们人类的能力 和权柄都赐给祂 拜祂的时候 祂就有能力 祂就行 因为我们人是 以上帝的形式 样式 所以样式和形象被造的 当我们这些被造的人去拜 那些没有用的 或者没有动的 那木头的时候 为什么他能够有重要的能力 因为我们把我们 上面赐给我们的权柄能力 来去拜 所以为什么魔鬼很喜欢 负在人身上 为什么要他喜欢操作人类 就说明了这一切 OK 续续 祷告到底是什么 究竟是什么 我们来看 一二三 祷告就是人 受你神的把权力 允许神干为地上辞职 每一次我祷告 不要都一定说 刚才我们唱了这首歌 每一次你的祷告的时候 你就让神 你批准神 来到地上干为 好像我们耶稣教我们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呼喻人的尊灵的名为圣 愿意的国降临 愿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上帝没有办法自行祂的旨意在地上 除非我们去祷告 上帝没有办法去做任何事情 除非我们开口祷告 接下来 接下来 一二三 祷告就是人发给天的属地许可证 让天人抵养奖地 明白了 终结是不是 接下来 一二三 祷告就是天上介入时 必须取得的地上许可证 明白了 你不用讲 给最后一个 祷告就是人去用祂在地上的合法权力 引述出天上的方式来影响地 看到没有 解释祷告的到底是什么了吗 祷告就是你要求天来帮助 祷告就是你打开自己 要求天上的能力来自行在地上 来影响地上 OK 祷告是什么 我们来看几个人这样 一段经文 一二三 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 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 在天上也要捆绑 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 在天上也要释放 大家要讲 凡我在地上所捆绑的 凡我在地上所捆绑的 大家要讲 凡我在地上所释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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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没有 你是什么人 你不是普通的人 因为上帝给我们这个权力 和这个权柄 介绍我们看最后一个经文 一二三 我实在地告诉你们 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 在天上也要捆绑 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 在天上也要释放 我又告诉你们 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 在地上同心合一的 有什么事 我在天上的父 必会为他们成全 因为无论在哪里 有两三个人 送我的名聚会 那你就有我在他们中间 请问今天有多少人聚会啊 不止两三个人 耶稣就在我们当中 阿们这是应许来的 你看见你也有没有 看见也好 耶稣就在我们当中 这是他讲的 他会背叛违背他自己的祸 所以我每次看到很少人来 我也是感谢主 因为重要的人有在 我没有在一天 可能我被要出去 因为你讲到我没有在 我没有在你们当中 但是还有一个重要的人有在 也是在我们当中 阿们 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圣经讲啊 凡若是你们有两个人在地上 只有上帝恐怕我们 就会很少 少到可怜 有两个人 同心刻意为一件事情祷告 我在天上的父亲 就逼他们 为他们成全 这就是你有祷告的全 并祷告都到底是什么 我们接着来看 这些经文啊 给我们人类啊 人啊 掌管地上的事物的全病而得全 事实上呢 如果你仔细读圣经啊 全部的圣经啊 你就会看到神对付人和地的记载 你就会看出若是人没有跟上一刻做 他什么也不能做 上个礼拜 我不知道你还记得吗 上礼拜在班族的时候下很大很大的雨 你还记得吗 礼拜天 我们下很大很大的雨 我 我跟佩山去那里啊 on the way 从那个Proticus回来 走那个加安 Mutama的时候 就是 你知道那两盘 两盘很大很大的树的吗 我们走的时候 你知道吗 那个风雨很大啦 那个树子也跌下来啊 直接跌在我们的那个 那个车的那个前进 啪很大声的了 当时 如果你有知识的话 我没有下他了 我就叫他驾车 我坐在旁边 我说我们赶快驾就对了 其实那个高 因为树越高 我们在这树的两旁行走是很危险的 为什么树能照着闪电 那时候闪电很大 树能照着闪电 难道就 击打到整个 整个 那个 车变火车了 但是我心里面祷告 我没有下他的时候 我们走 不要醒 有那个树子跌下来 我们走 不要紧 没事没事没事 我继续驾车 我心里面在祷告 散电又一直在散 然后离开那个地方的时候 我就 他也听到凤一书的鸣 我命令这雨停 不到分钟 雨就停了 尤其 我要跟你讲的 并不是因为我的前程 我的属灵 我的神节 我能够命令这雨停 我能自行全命 吩咐这风雨和这个雨停 不是因为我个别的权柄 是因为已经写在圣经里面的权柄了 我只是自行上帝的应许而已 凡我在天上所释放的 就要释放 凡在地上我所释放的 在天上也要释放 凡在我地上所昏烦的 在天上也在昏烦 你必须要每日祷告的时候 如果你 我奉月书的兵 我命令 我宣告 你必须要用着眼见 用着眼睛看到 在天上已经在做了 所有你的祷告有能力 我从来没有怀疑我的祷告 每次我们去 礼拜天要去parking找位置的时候 主我感谢你给我一个位置 我没有转过 哎 位置就大了 连这些事情也有祷告 担任你的祷告 如果我发现我没有祷告的话 我们又兜很多钱 找不到位置 parking 礼拜天 主啊 感谢你给我一个很漂亮的位置 就有空位置给我们了 所以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样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 每一次祷告的时候 我每次来祷告的时候 我是充满着excited 因为我会看到很多的惊喜 因为上帝在为我来做这些事情 阿们 OK啊 我时间给你过 再赶快了 OK 接下来 你看 这个 约翰威斯林 是一个创立 卫领工会的一个创办人 他说什么 除了回应祷告外 神不做任何事 他讲的很有道理 因为说 神不做任何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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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 如果我们祷告没有被引领 不会有什么结果呢 跟无聊到时间里 不会都没听 第一 我们觉得被神遗弃 以为祂不关心我们 很多是这样的 比如说 祷告很久 祷告很久 祷告不喜欢我吧 第二 我们自以神的性情和诚信 不因爱 第三 我们觉得生活变得很不安稳 不知道怎么办啊 怎么办啊 怎么办啊 于是 我们对自己已经 对自己的祷告开始有不成所看法 哎呀 可能我祷告不够啦 我没有禁止祷告啦 可能我没有读圣经啦 可能我还在犯罪啦 所以上帝不听你祷告 上帝听不听你祷告不是 你有多少的圣洁 但是有关系 但是 上帝听不听你祷告 多大部分都是以他 对他的祸影的承诺 他对他的祸 看重他的祸 Amen 所以 祷告是一种能摸着神心意的联合和交通 祷告 圆该是信仰生活中最让人惊喜的一面 祷告能改变人生 改变环境 能让人在思念中得安息 有忍耐 祷告能扭转局面 能替基督赢得全世界 让我们来做一个结论 什么是祷告 首先我们必须知道 祷告若没有产生果效 就表示某个环节出了问题 如果祷告没有博效 都是因为上帝不听的祷告 是有一些环节出现的问题 祷告是神所设立的 不管在旧业还是新业 不乏献上祷告或者祷告蒙垂听的例子 其次 神是信使祂必会答应祷告 第三 一旦人了解并实践神的旨意 和话语 这次义和话语就会动功 所以我告诉你们 凡你们所祷告祈求的 无论是什么 祂就必得着 最后 oh sorry 少讲一个 我们置疑神为神代求者的天子 真正祷告带来什么呢 的能力 带来的能力有什么 也 我会以神有精密的感觉 会吹同神本质和性情 然后会遵从神的诚信 真正祷告会带来 让 会让人对神的话语有信心 真正祷告会带来 给人 让人有信靠祂的爱 真正的祷告会正视祂的目的和之一 真正的祷告会知取祂的因素 Amen 这些都是真正的祷告 所以 如果你认为祷告是在浪费时间 有一个人会告诉你 他不浪费时间 耶稣在祷告方面很实际 他从不觉得自己的祷告会不浪费 不要以为祷告就是浪费时间 我从信耶稣 刚刚信耶稣的开始 有一个牧师跟我讲 Prayer is not doing something but being with someone 这句话永远记住他经理 祷告不是去做任何的工作 祷告是跟他在一起 跟神在一起 Amen 耶稣在祷告方面很实际 在这里 Edit 耶安徽第一章 第十集季叫做 耶稣举目天说 父啊 我感谢祢 因为祢已经听我 耶稣有一百百分之十分的信心 或者信任上帝听祂的祷告 所以作为基督徒 你要像耶稣这样 每一次祷告 你必须要使出的把握的信心 最后一个 我们基督家的创办者 他讲一句话 祷告比埋头骨干更能成熟 我找不到英文的语言 祷告比埋头骨干 Pray hard is better than working hard It is more effective than working hard Pray hard 继续祷告 努力祷告 比你埋头骨干更能成熟 让我们立体起来 祝福 祝福